花林县园基之路发展协会18号举行 2021花莲市太鲁阁主感恩祭 部落族人聚在一起以歌舞感谢上昌 而活动当中也展示了近年来 在市工所指导下推展的织布记忆 市长温家贤很感谢理事长陈子玄 对于太鲁阁传统记忆推动 把作品结合传统的图腾和现代语会 让太鲁阁主的传统织布记忆可以巴扬光大 太鲁阁主感恩祭 于星期六在花莲市福伦公园登场 市长温家贤表示 花莲市公所积极推动太鲁阁族传统文化事务 也协助族人办理研习和碎石济语 提升太鲁阁族传统文化的济语内涵 非常谢谢我们梓杰老师 过去一集来在花莲市推动 相关太鲁阁族的一些艺文跟文化传承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王美冠乡长 在过去担任乡长之后 常常在问花莲市有什么评论的需要帮助的地方 大家会全力的来协助 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太鲁阁族的主任们 都能够一起来传承过去我们太鲁阁族的一些文化 那过去我们也曾经把梓杰老师的作品带到世界各地去 让更多世界的朋友了解到太鲁阁族之美还有工艺之美 那也跟姐妹是做相关的交流 那我们期盼未来有更多的伙伴都能够把自己的工艺品 自己的艺术品来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花莲市场 再次的感谢大家默默的付出 活动现场有支部体验 还有园基之路发展协会会员的作品展示 包括了编织、皮雕、木作百事 还有农特产品等 感恩祭也依循传统 邀请到齐老黄长熙来进行祈福仪式 带领大家迎接新的未来 并且由族人带领小朋友在广场跳舞 让参与的民众感受到太鲁阁族特有的乐曲和舞蹈文化特色氛围 这里会幻视报导